作為家長,很多時候都希望找多些不同類型的故事和小朋友分享 今次這個中國好故事就講很多中國民間的傳說和習俗 其實家長可能小時候都有經歷和結文 就可以透過故事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還有故事就是一些專業的英語教育專家所寫的 還有,是由我潘芳芳用英文讀給大家聽的 所以大家聽故事之餘,還可以學英文 我肯定你會喜歡